請部長 班委員好 部長辛苦了齁 剛剛委員在關心到 尤其台東的委員都特別關心 那個電扶梯齁 我感到心裡面很難過 台東都比屏東還要先進還有電扶梯齁 屏東的火車站幾十年來了 沒有過電扶梯 也沒有電梯 只有去年我們爭取的 弄了一個殘障電梯 兩個月之後 壞掉了 老人家或是殘障者 他要跨月台 還是要大包小包這樣扛 走地下道 對屏東人而言 何其無辜啊 我還不知道我們台東是比屏東還進步的啊 那快到現在我們跟他緩運 鄉親緩運 都沒辦法啊 那是韓國訂做的啊 還要等寄零件回來啊 部長 一個電梯而已呢 兩個多塊啊 基本上 對台鐵 整個沿線 重要的車站 應該要做電扶梯跟電梯 這樣一個政策 我們交通部已經確定了 所以最近也在編 也在編預算 就是要來做這個改善 屏東 我想請那個局長說明一下 簡短好吧 因為我還有很多事情 我跟潘委 抱歉啊 我們其實 當初在談這個 無障礙電梯的時候 也是第一時間要請 無障礙電梯的時候 感謝局長 協助 終於屏東有一個無障礙電梯了 台灣的工業發展到這樣 所有電梯都可以自製啊 連這個都要從韓國買 這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 有台灣的產品嗎 部長 所以喔部長 有台灣的產品嗎 你那個電梯 電扶梯 部長 什麼時候電梯電扶梯 可以給我一個答案 電梯什麼時候可以修好 來說明吧 屏東什麼時候可以修好 那個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齁 現在是因為GPA的關係 所以 這個 原則上都是要開國際標 還 一個電梯的國際標齁 對不對 不能指定 不能指定 台灣地方 真的這樣的行政效率 令人瞠目常識啊 部長 有聽到齁 因為這是政府採購啦 我們加入GPA嘛 電梯 為什麼 GPA我清楚啊 你要國際採購 你就可以定時間啊 哇 我才是叫部長驚喜 那你那個電梯梯什麼時候做呢 屏東的電梯梯 那個 那個材料什麼都在那邊啊 電 屏東的電梯梯呢 對 不是台東喔 喔 你要搞清楚喔 屏東台東你都搞不清楚 我跟委員報告啦 那個 電梯梯的部分齁 部裡面已經交代也核定 也要補助 明年齁 我們有大概有三十幾個車站 那屏東 明年有沒有列入 有列入 好 謝謝 那因為我想齁 很重要啊 部長 這個 我剛剛聽到很多人在講 機場 桃園機場 桃園機場 桃園機場齁 剛剛那個廖國洞委員說這個水是往上流 那這桃園機場咧 那個廁所的水是會往天花板掉下來的 那一再一而再再而三就出包 那好不容易在禮拜天凌晨搶修好了那個行李袋 那現在你有沒有辦法整個改善或是 確保未來桃園機場再不會再出包咧 桃園機場可以講是說有很多的原因啦 有相當大一部分原因事實上是過去定期保養 該做都沒有做啦 現在輪到我們的話 我們現在逐項把它挑出來再補作啦 有相當大的原因是這樣 包括像那個行李袋輸送出問題 也是五年前它就應該換 它都沒有換嘛 所以我們現在編在一百年度的預算來換它 好部長 你說五年前該換沒換 那你當部長多久了 你當部長多久了 因為有些事情 你當部長兩年半了咧 五年半以前也在交通部服務咧 我是覺得這樣的說法不好 部長 要勇於認識啊 你長期在交通部 你是交通部的老兵了咧 不過我過去沒有管這個業務啦 那你很清楚吧 你再說過去五年沒換 你當了部長當了兩年半了咧 因為沒有注意到這些該換 而沒有換的項目是有這麼多 你要如何確保未來不會再換這樣的錯誤 你要怎麼總體檢 我們現在做一個總體檢 你總體檢好 所以就在做總體檢 現在就要做總體檢 你可不可以敢在委員會裡面保證不會再出包了 現在總體檢有一部分還在進行中 還在進行中 我們會希望總體檢完以後 你不敢保證說未來 分年變預算把那些該換的把它 都把它徹底的換一遍 那當然就應該是變成 明年要VOT啦 要變成公司啦 所以就不管啦 公司化是今年十一月一號就要公司化 沒有VOT的問題 那你如果 將來民航局是不是也公司化會比較快 你就仰臺民航局也公司化 交通部也公司化 就將來民航局來進行 這個是改善桃園機場的措施中間的一環嘛 部長 我跟你講非常重要 一個國家的門面 昨天宋主席 宋楚瑜主席 講的很有道理 你說你要帶多少的旅客來 來到桃園之後 行李找不到 然後有時候也整個動線也不明 你要講什麼國際化 黃論 所以我想說我們還是要鞭策一下部長 要加把勁啦 你已經當兩年半的部長了 你要不要推什麼責任 那是說不過去的啦 另外部長 我要請教你 雙岩大橋斷橋的時候 您在這邊 這個保證中 好要進行口陪 這個謝謝你 也在 也在目前 在協商中 都在協商中 對對對 我這個進度我都很清楚 那麼 但是有一個問題 我要請問部長 當災難發生的時候 我們院長 不管誰執政都會 或是部長 你都會帶著慰問金 去跟家屬慰問 那是慰問金嘛 對不對 但是很奇怪的 這個郭培的協調裡面 要把人家的慰問金 扣除起來啦 包括行政院長給的慰問金啦 啊你如果說 以前人家說的 人家修也沒辦法給你領 還有感謝行政院長 感謝的要命 一直磕頭 結果 那是 那要被僵 要被扣掉 你認為有道理嗎 部長 這個是比照往歷在辦 喔 那錯了 這個沒有往歷 我就知道 你們公路總局 就是這樣玩這樣搞的 而且都說謊 有什麼往歷 我拿最高法院的 這個給你看哈 這個裡面都有往歷 不是你是有 你按照單一個個例 你們在協商的時候 你還欺騙家屬 用過去藍寺大橋 精神補償金八十萬 結果呢 霍風斷橋 風秋明隧道 是一百五十萬 你們還欺騙人家家屬 被我們抓包 我們的 我們的義務律師說 你這是明顯的歧視啊 才改成好 可以比照風秋明隧道 這是第一個喔 第二個呢 把院長的慰問金 把人家這個 生命換來的 這個撫恤金 從縣政府 引到的這個錢 也要扣掉 你們也講慣例 好 我在拿慣例給你看 最高法院 在這個賠償裡面呢 這個 最高法院 九十七年台上至第四十九號 判決書裡面 也都有 那你們可以 對家屬 有利的部分你們不用 你們就偏偏用 非常嚴苛的態度 那我認為 這個國家賠償 這是 這個 要講為什麼會國家賠償 是因為 這個管理出問題 要國家賠償 而不是人家家屬 可以分離要賠償啊 更可惡的是 怎麼樣呢 部長 人家的汽車強制責任險 人家的汽車強制責任險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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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要跟人家扣除耶 部長 如果這樣扣除我告訴你聽喔 金神輔會金 百五萬 如果他從 縣政府領的 社會救助金 包括這個賺災基金領的錢 不知道再拿錢賠償 這不得利部長 有三個錢啦 部長 我希望你做行政的財事 這是你展現power最好的力量 你要關懷人民 對於人民在這股災害裡面 受傷了 既然政府 要 答應 協調這個國賠的協調 你總不能用這麼反手 當然公務人員要以法有據 這個我們很清楚 那個以法有據 也有據 也有利 也有法員 也有利 他為什麼不採取比較寬的呢 把人家慰問金 保險 保險是人家自己繳的耶 那以後你那個行政院長去 人家都不理他了 這個有沒有人性啦 部長 你認為怎麼樣 三個部分 一個慰問金 一個救助金 救助金是來自民間的喔 是民間正在基金會 包括很多民間捐助的 你也要給人家扣 說這是政府的錢 所以政府給你國賠的時候 這個要扣起來 這個有道理嗎 三個部分 慰問金 救助金跟保險金 報委員我想這個 讓我下去 進一步了解一下好不好 因為各個案例不太一樣 讓我了解一下 我再跟您辦公室聯絡 好不好 不用 我現在已經有補充說 補充書在這裡 而且法條引用也在這裡 請部長可以很盡快 我了解一下 我了解一下 從去年八八水災到現在 這些家屬 我們也希望趕快來處理這個案子 好不好 謝謝